同學可以先留意這個表 這個表其實就是地產代理監管局 會有要求同學在考試的時候 對於不同章節的形式水平 以第一章來說 同學可以留意比較多的內容 其實都是後面的章節會有詳細講到 這個章節來說 主要留意歷史的部分 其實都比較足夠 留意香港地產代理業和香港經濟發展比較有關 書來說是由抗日戰爭三年零八個月後說起 主要是說原來以前多層大廈 多數都是地主租給人住 後來才慢慢分開出售 預售樓花這件事原來是1947年後才會慢慢有 留意50年代和60年代 因爲地產代理業開始慢慢興起 因爲很多人去做 其實大家都是一人公司來的 沒有職員沒有辦公室 即是董事長到清潔人員都不自己爆了 聊生意多數是在茶室進行 你可以當成茶餐廳 大家互相交換消息 談買賣也是在茶室進行 留意當時沒有規管地產代理業 所以當時他們自己寫的協議會有問題 多數如果正式要買賣 最好是律師行去準備正式的文件 還有當時其實就算是地產代理 其實也不是幫人買一些個別的單位 多數是買賣的是建築地皮和樓宇 這件事其實是直到1966年才會有轉變 因爲美孚新村發售大家都應該聽過 是當時才開始出現一些小型地產代理公司 專門買這些屋苑的樓花 自從美孚新村發售之後 買這些屋苑就越來越多 地產代理就自然發展越來越興旺 甚至可以擴張到開始一些連鎖分點 同時可以留意1976年 這個樓市和股市復甦 同時間政府原來都是這個年代 引入居借有企業計劃 都是這個年代引入的 80年代初期 地產代理業原來的佣金制度 都是這個時間引入的 而80年代末期 如果是地產代理業的話 他們的運作也會開始電腦化 同時香港經濟發展來說 可以留意除了85年 會有一個中英聯合聲明之外 87至89年 其實都有些外遺因素 會影響了香港 例如87年有個股災 其實就是黑色十月的環球股災 89年股災其實都是因為六四事件而引發 留意到1990年代 地產代理業越來越蓬勃 甚至有公司大到聯交所掛牌上市 因為做到這麼大 政府在97年就制定了地產代理條例 地產代理監管局就在這個時候成立 同時香港也受到很多外遺因素影響 例如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 97年大家都很熟悉的亞洲金融風暴 經歷過金融風暴之後 留意到地產代理業 其實都太弱流強 合併了不少 這個時候開始發展商 都是會找地產代理去賣樓花 成為了一個地產代理很重要的客戶 99年起 雖然在97年成立了地產代理監管局 但其實是99年才開始實施規管和發牌制度 留意同時香港的經濟 2000年都經歷了股災 這個就是科網股的泡沫爆破 01年的股災主要是因為911的恐怖襲擊 地產代理業都是只有2005年 是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地產代理監管局推出了一個自願參與的持續 就是在建業進修計劃 希望持續派人可以提升專業知識和技能 同時香港的經濟也受到03年非典爆發 08年金融海嘯 比較近的是10年和13年會有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雙倍印花稅 我想大家都會聽過的 一些新的印花稅務 地產代理業其實都跟很多專業和行業有關 簡單來說 他未必說自己本身是一個很特別的專門業務 但是他跟很多行業有不同的關係 可以做到不同的協調 這就算是一種地產代理的專業 跟政府方面 土地註冊處 差向物業股價處 屋律處 或者地政總處方面 之後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會有詳細的解釋 至於房屋處 公司註冊處 稅務局 以及管理地產代理 地產代理監管局 第三章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跟律師方面 雖然地產代理本身是一種 跟很多不同的部門協調 但是他都會涉及很多法律問題 除了建議客戶 去徵商法律意見之外 作為地產代理 其實都要跟律師保持聯絡 去協調相當多的事務 跟銀行方面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買家 可能未必可以一筆過付款 他如果需要按揭貸款 多數都要找銀行去提供 關於按揭方面 我後面的章節第三章 都有詳細的說明 留意其實跟發展商的關係 都是在金融風暴之後才建立起來 因為在金融風暴之前 發展商多數都是自己去賣物業 在金融風暴之後才會開始委託地產代理 去賣樓花 成為了地產代理比較重要的一個客戶 跟建築和建造業的關係 就非常之簡單 建築商和成建商 他們負責起樓 地產代理就負責銷售 就是很簡單的 雙負雙成 跟物業管理業方面的關係 主要都是因為物業管理會影響到物業的價值 還有很多時候都需要向管理大廈的經理人 可能要拿一些資料給地產代理 去做一個參考用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 是一個比較新的部門 它都是2013年4月29日才全面實施一個條例 就是一手銷售條例 詳細方面 第二章我們會再詳細解釋 留意一下物業市場的供求統計 都是要找回猜響物業股價處 去找回相關的數據 例如說書裡面會不會有呢 其實是有的 可以找回第四章 它有一個負錄 它會有些數據給各位同學參考 詳細的話 第二章我們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留意一下地產代理的角色和職能 在代表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定位 例如一手物業市場 它多數只是為了發展商去行事 因為一手物業市場 其實就是一些新建的樓宇 很多時候買家都是街客 就是自己走進去看 有一個例外的情況 例如地產代理 是同時代表發展商和買家 就像之前說過 如果同時作為雙邊代理的情況下 就會有不同的做法 作為地產代理 至少一定要守回地產代理條例 現在也會有一個一手銷售條例 2013年之後也要守回地產代理條例 具體流程方面 也可以留意第三章 會有一個詳細的解釋 留意一下這個表算是第一章 比較獨有的內容 其實是說因為以前地產代理沒有皇冠 93年的時候 政府委任一些人去做一個研究 經過了研究 94年就會建議要引入法牌制度和規管 所以97年的時候 就通過了地產代理條例 同年的11月1日後 就成立了地產代理監管局 至於當時的地產代理會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意一下 原來你未經客戶同意 同時做了兩邊的代理人是不對的 其實因為你不知道 知道這個地產代理會收了多少佣金 或者顧問中間打龍通 其實是害怕的 至於其他未能保障客戶利益 未有執行指示 這些主要都是因為沒有皇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做法 自然會有一個質素參差不齊 現在的方向就是指 有足夠知識 或者可以給一些準確資料給客人 或者客人指示的東西 他可以盡力謹慎 補償客人的權益 現在社會期望達成 因為已經有人規管 你現在要遲牌的話 你一定要申請 要考試 要有學歷 還有要符合地產代理監管局 有一個叫做適當人選準則的要求 現在做所有事情都要有指定的表格 一定要跟進來填 一定要遵守條例 如果違反條例 那就會有紀律處分 留意地產代理監管局 推出了持續專業進修計劃 雖然他很想轉為強制 但是他轉為強制計劃之前 他都會有一個深入廣泛之心 如果地產代理業支持 這樣才會否可行呢 他會這樣考慮 香港企業 他完全整理由 北丁 人民對岸 看起來 剛才分農 我們